多多博彩和万能北马区公司起诉击打州政府 不批营业执照胜诉 由于在这一年半期间造成百多名员工生计受到影响 两家公司将收集受影响人的损失助额 至于州政府已经入禀上诉庭 则交由律师团处理 多多博彩北马区助理总经理叶国权 和万能北马区域主管蔡果毅 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表示 该公司被迫关闭州内的业务之后 造成员工的生计受影响 特别是来自于低学历的一群 要重新找工作并不容易 虽然公司设法调动员工到外州工作 但那些无法离乡背景的员工 无可避免的失业 另外击打州政府的禁赌令 被制造成州内多多博彩和万能36间分行关闭 超过100名员工的生计受影响 叶国权认为高庭的裁决证明 州政府在行使其权力的时候 应该和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有一致性 我们来回顾这个事件的背景 要路施打高庭是在6月20号 以及州政府在州行政议会上 通过不再发放和不更新 不彩业公司营业执照的决定 超越了联邦宪法的权限 也就是违反了联邦宪法 从而宣判不彩公司的代表起诉州政府胜诉 无论如何击打州政府在三天后 入禀上诉庭挑战高庭的判决 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